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比达摩吉时论 因为云戒处 实际上我们如果把云无云 然后戒有十八戒 处有十二处 全部加起来应该是三十五个吧 但是三十五个的话 有些人说 那么这里面可以包括在一两个法方面 那么这样的话 有没有过少的过患呢 不会有过少的过患 下面讲这个问题 为你第六十所也 乘虚皆有十八戒 它下面就是 因为我们按理十八戒的话 可能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里面的一戒和 昨天我们说是十戒 十戒和一戒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也是这个值得是一个意思 这样的话 可能或者我们十八戒都已经变成了十七戒 或者变成十二戒 有这个过患吧 那么用这方面的辩论 这个时候我们为了建立 第六意识 有这个所以 所以乘虚皆有十八戒 不会有这种过失 下面字面上解释的话 就这样的 不会有这种过失 那么如果没有这种过失的话 那一个云和一个戒 一个处里面 可不可以包括一切法 最少在多少法里面包括呢 那天我们也讲了 乌云里面一切万法是不能包括的 因为这个无为法不能包括的 那乌云里面不能包括的话 那么其他的十二戒和十八戒 这些里面可不可以包括呢 应该是可以包括的 那么就刚才也讲了 如果光得而分的话 有三十五个法 三十五种法 如果这个最少可以包括在多少法当中呢 只有三个法里面 那三个法呢 它这里面 无云里面的一个云 然后十八戒里面的一个戒 还有十二处里面的一个处 这三个里面包括 也就是说是涵盖所有的一切 有为法和无为法 它这里的意思 那么这种涵盖 或者是包括色素的这种方式 是以他地的方式来摄持 还是以自体的方式来摄持呢 他这里说是 应该是以自体的方式来摄持 不是以他地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色素的话 也有几种色素 像上师就是色素弟子 国王就是色素他的眷属等等 就是以他地的这种色素方法也是有的 还有些就是以自体的方式来色素 比如说所谓的人色素男人 女人等等 这些也可以色素的 所谓的树木的话 他可以色素背素 松素等等 这些都可以色素 所以世间上色素的话 有一种是他地的方式来色素 有一种是自体的方式来色素 但是这里面的刚才我们不是讲 有一个云和一个结和一个处 这三个法当中是能包括或者是能色素 其他的所有的刚才35个法当中 如果拿出三个法 还有32个法 那么这32个法可以色素 那这种色素的方式 刚才讲的一样 就是像上师色素 弟子一样色素 还是用一体的方式来色素 那么世青论师在这里回答说 他说即以自体色素 他以色素的方式即是以自体的方式来色素 而并不是据其他的实法来色素 因为他不具足其他的法吧 刚才我们讲的一个色运 一个运 运指的是色运 然后结应该是法结吧 处的话 意处就是 这三个法里面所有的法都可以色素 所有的法可以色素的话 实际上是以这三个法的本体 就是一体的方式来色素呢 还是本体以他体的方式来色素 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 世青论师说 这种色素方法应该不是他体 是一体 为什么不是他体呢 因为他不具足其他的实法的本体之固 以这种方式来回答的 下面我们讲诸诗吧 有人说结立为十八结是不合理的 因为结的名词和含义和这些 我们下面还讲 所以有些人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什么叫做是处 什么叫做是结 什么叫做是运 这个可能比较模糊 但是一般来讲我们结处运 这些名词呢 就是从他的法相上 实相上 还有那个他的因啊 对积啊 这个作用啊 形象啊等很多方面 就是了解是极为重要的 因此他这里呢 就是说是这个结案例为十八结 是不合理的 就是这个结案例为十八结呢 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结与十结相互可以包括 在这个一结和这个十结的话呢 实际上是可以包括就是 他意思呢就是 我们昨天不是讲了吗 十八结的时候呢 就是他有这个六根 就是六根 然后这个六识 还有呢就是这个六经吧 就是这样这样 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六识里面呢 也有一个意识就是 然后呢就是刚才这个六根里面呢 就是昨天我们所讲到的这个 什么这个耶尔比赛孙那个 就是然后这个 还有呢就是意吧 就是意这个 就根里面就是有一个意根 然后刚才那个识里面的话呢 就是也是这个 刚才这个言识二识必识等等 就这样讲的时候呢 最后也有一个意识就是 这样的话呢 意识可以包括这个意识就是意根 然后意根呢也可以包括这个意识 就是意识 所以这两个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分开的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么这个这样一来呢 就只有这个十二识就是十二识 因为十二识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所有的这个识吧 就是所有的这个比如说耶尔比赛孙所有的这个识呢 就是包括在一个识当中的话呢 那么就是他这个六识呢就已经没有了 就是刚才那个前面的一根里面就是所有的识都已经包括了 这样下来的话呢那么这个所有的六识不存在的话 那么就只剩下了这个十二识了 或者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意识包括在这个意根当中 一根包括在这个意识当中 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只有十七个识了 这是那个别人呢就是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样的这个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这个分析的时候呢 说这个根本不会有这些这个困难 所以我自己想呢就是这个 这个讲罗特罗伯的这个讲义呢 就是也不是很广也不是很略 就是汉地的现在这个就是还有很多的一些讲义 就是讲义我也这个看呢就是看到有些呢就是特别苦就是 但是尤其呢就是太略了就是如果太略的话呢 因为俱事论的这个发向就是比较多就是名字也比较多 它的道理也是比较这个广 这样所牵涉的面积比较广的话呢 可能这个就是简单的这个语句呢就是无法这个表达出来就是 所以呢这个讲罗特罗伯的这个讲义呢就是非常这个不错的 就是他这里就是就是刚才那个友人是提出这样的问题 下面呢就是我们就是给他回答的时候是这样讲的 嗯 然后那個根本不存在这种过失 这个所谓的这个十八戒呢要么成了十二戒 要么成了十七戒就是不够十八戒的过失 这种说法就是过少的这种过失就是不会有的 怎么没有呢就是这种过失是根本不存在的 一般来说思所依靠的无根是不相同的 比如说那个思所依靠的无根是不相同的 如果五十 它依靠的根 它都有一种色法的根 眼耳 它有一种色法的眼耿 鼻耳 它有一种色法的鼻耿 是这样的 但是第六一十 也就是说我们的十 刚才那个眼耳鼻舌生十 它那个色的根是不相同的 怎么不相同呢 意识没有增上缘的根 它没有像眼耿那样明显的增上缘的根 没有 实际上第六一十是增上缘所以的根是有的 但实际上有一个第六一十 第六一十的话 我们昨天也讲了 流失刚刚灭尽的所谓的这个意根 刚才那个第六一十 它还是有一个增上缘 它那个增上缘是什么呢 前面所讲的流失灭尽的时候的所谓的这个意根 应该是存在的 这是阿毕达摩当中也是特别承认的 以前比如说宏语部吧 在小城宏语部当中有些论师 宏语部的有些论师他们是这样讲的 他说是意识的根本 意识的根本实际上是意根 意根的这种实有实际上在心中 好像他们认为 我们现在有些人认为人的生命在心里面 可能是这样认为的 也有这种说法 然后瑜伽心的有些论师呢 就是瑜伽心的有些论师呢 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意 就是刚才那个意结吧 意结也可以叫 意根也可以叫 这样的意根呢 实际上是就是所谓的这个人无一世 就是瑜伽心的有些论师呢 就是认为是刚才的那个所谓的这个意根 或者是意结呢 就是把它称之为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人无一世 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 但不管怎么样呢 凡是这样的这种地露一世的一个增上缘 就是他这个增上缘的这个所谓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根呢 就是应该是有的 为了建立这一点 各则分极结 就是所有我们这个为了建立这一点的话呢 那么这个就是结里面呢 就是有必要就是这样这个分析的 成人呢就是结有这个十八种 就是所以这个呢就是实际伦师 就是他认为呢 就是不是那个 不会有什么过少的这个过失 就是不会有这个过少的过失 他下面呢就是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没有这个过少的过失的话呢 实际上是我们这个 乌云这个十八结和还有那个十二处当中呢 最少是有多少个法呢 就是包括多少法 就是他这个意思 下面是这个最少呢 有三个法来可以这个包括所有的万法 他下面讲这个道理就是 他说这个云就是色有有为法 就是云呢就是能包括这个所有的有为法 然后出和戒呢就是色一切法 就是这是这个从多的方面来色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 就是我们从多的方面来色的话呢 那乌云里面的这个云呢就是实际上是他包括这个所有的有为法 他不能包括无为法 然后这个十二处和戒就是他呢 就是这两个呢就是能包括所有的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 就是这是从这个多的方面来讲的 因为那个云呢就是他包含的这个内容多 戒呢就是包含的多 除呢也是包含的这个内容多 所以这是从这个多的方面来色色的 那么师父又能以最少的数量来涵盖一切法 涵盖一切法也可以说色色一切法就是 那么这个最少呢就是有多少个法呢 就是能色色多少法 当然有一个色云 一个衣处以及呢就是一个法界 这三者呢就可以色一切法 有为法呢就是刚才无垠当中呢就是只有一个色云 就是色云昨天我们也讲了就是色云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他那个 有这个无精无根这个无表色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移处就是移处的话呢就是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前面也已经讲了就是所谓的这个移处和其心结就是一个意思吧就是有这个其中就是对这个其中这个世界其中这个心法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那个一个这个法处就是法处的话呢就是前面也讲了这个所谓这个无为法和这些呢就是包括在这个法界当中就是那么这个法界吧就是 那么这三个这三个法呢实际上是能色色一切法就是能涵盖所有的法 所以他这个《俱舍论》当中的话呢复向他的色素方式 这个就是了达了就是极为重要的 那么下面是怎么样就是那么这个如何涵盖的 如何色的呢就是他能色一切法吗就是 那么如何色这些法呢他下面就是讲了这个具体的问题 他说色云就是色那个色云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色云呢就是 它包括这个色云呢就是因为它是不是那个刚才讲了以他体的方式来色素的 就是它是以这个字体的方式来色素 就刚才讲的那个色云就是那么如何涵盖的呢 色云色素色云呢然后呢就是是有色戒就是有色戒的话呢就是五根五经就是叫做是那个 在戒里面的话呢就是这叫做是这个色戒 然后那个我们在那个云里面呢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色云就是五根五经呢就是叫做这个 就是叫做这个色云然后在处里面呢就是五根五经呢就是称之为这个色处 就是有色处所以这些呢大家应该清楚 还有呢就是发戒里面的就是一部分就是昨天我们就是讲的这个发戒吧就是发戒的话呢 本来有这个七个发戒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树和心相 然后呢就是在上面加上这个五表色和还有这个三个五位法就是色云方面的话呢 所有的发戒都是不能翻盖的 但是发戒里面的话呢就是只有那个后面的后面不是吧就是中间的那个五表色就是七个发戒当中呢就是 就是无表色是在这个包括在这个色云当中就是 所以它这个色云呢就是涵盖就是这些发 然后这个一处呢一处色素色云还有呢就是那个一处吧就是 一处呢就是它能包含什么呢就是色云 然后一处七星戒吧就是七星戒是昨天我们刚讲的那个就是 就是第六十上面加上一根就是这样这个七星戒 前面还是要大家懂得不然前面没有懂得的话 应该不是手面上懂得手面上懂得的话这没有什么的 你写句子的话大家都应该知道吧 法王如意宝都是现在没有看这么多的 也可以说是原来从九零年开始一直是上师眼睛就是不能看手 但是现在的话举手论的任何一个教证都可以想得出来 所以学习论典必须是在心里面它的内容显得出来 这叫做真正的闻思不然你这个字面上的时候也是有时候好像读不过去的话呢 那这个不叫什么学习不叫什么闻思 因此前面的内容应该要记住 昨天前面我也讲了每一个问题讲的时候 这些还是重要现在都记住 现在没有记住的话呢 我们昨天如果大家都还是记得很清楚的话呢 就是起法处也应该记得清楚 然后起心结的话也应该记得清楚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法处吧 刚才讲的那个法处的话呢 它能说是法处的一部分的五表色 就是五表色 还有树和香 心云 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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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处里面应该有五位法了 昨天不是讲的吗 七法处 七法处 法处和法处当中都是有五位法 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呢 刚才那个一个色云和一个处 一个处 一个处 一个处吧 就是色素的方式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有色与所色是一体还是这个一体 就是刚才我也大概讲了这个 那么这里这个论词和所色呢 到底是一体还是我们刚才不是讲是能色的有三个法 然后瑟瑟的其他有三十二个法 那么这些能色 瑟瑟的大概是 到底是一体还是他地的方式来色素的呢 就是有这个问题 那么下面回答的时候并不是是一体的 因为色云一处于法界三种能色色以自体 就是以自本体来色一切所色的法 他以本体的方式来色色的 就像是刚才所讲的一样的 我们人包括男人女人 所有的人以本体的方式来色色的 并不是以他地的方式来色色 这样的三种能够以待的色体法是根本不存在的 并非是像以色色素卷素那样 而是同身影 身影就是色素的内容一样 是应该知道了吧 一个是那个 并非是一体 因为色云一处法界三种色 能色色以自体来色一切所色法 不是以他地的方式来色素 是自体的方式来色素 三种能色以外的色法是根本不存在的缘故 因为除了这三个能色以外的其他法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它色素有两种方式 就是一种是死体一种是他地 并非像以色色眷属那样来色素的 而且最像从声音色素所听的内容 如果听得不清楚短短续续的话 说明论识的声音不太很好 这些说响的 voce的声音 就是听不到的原因 这也是大家应该值得论随的一件事情 言等跟随优耳术 人类心惊于心舌 戒向同国为戒 为贤短哑二生耳 看这个词面上解释 眼根当根 根里面有几个根 不是所有的根 有些根有两种 比如说眼根的话 眼睛有双眼 左眼右眼有两个根 左边有个眼根 右边有一个眼根 还有耳根 左边有二根 右边也是有二根 鼻根也是有两个鼻孔 两个鼻孔里面有两个鼻根 这样的话 我们原来说是五根 现在五根上面可能色根的话 色根实际上他们也认为色根中间是花开的 它那个色头就像是半月形 两边都是有两个根 然后生根没有这样分的 整个变满整个身体 这样下来 四根已经有了八根了 这样的话 所谓的五根已经不了五根了 已经有很多根了 有这种过失 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 但下面就是说 俱世论颂词里面说 这个眼灯根虽然有两个数目的 也就是说是耳根有两个 然后鼻根有两个 就是这样两个两个的有数目 但实际上不会有五根当中不包括啊 或者是过多的过患是没有的 怎么没有呢 人类 心境与心是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的话不会有过失的 一方面从他们的同一类方面也不会有过了 因为我们的 比如说这个眼根 左眼和右眼 实际上都是属于在一个眼根类别当中 从他自己的内心也没有两样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心境 心境的话就是他所执着的对境 心的对境 对境不管是有左眼 右眼 但是实际上他所执着的对境就是这个色法 就是有个色法 然后这个作而由而就是他所执着的这个声音的话 也是仅仅是一个声音 所以从他的心境的角度来讲 就是也没有这个两样 然后他这个心色就是最后所得到的这个 比如说眼尸的话就是 他虽然有两个眼根 但是实际上是最后所得出来的这个眼尸 也是是同一类的这种过 就是同一类的过 所以就是从三个方面来讲的话 都是相同的缘故 他就包括在一个阶当中或者是一个根当中 如果无云的话他包括在一个根里面 如果十二处的话他包括在一个处里面 如果十八阶的话他包括在一个阶当中 因此不会有过多的过患 因为他是内悲和心境和还有果方面来分的话 不会有这个过患 那么既然没有过多的过患 那这样他们也可以这样问 那这样眼根的话 没有多的一些原因的话 那只有一个眼睛就可以了 一个耳朵就可以了 那么一个鼻孔就可以了 就是没有必要就是有两个两个 为什么是这样呢 下面就是下面就是给他回答的问题呢 就是说虽然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 当然是只有这个一只眼睛 一个耳朵就可以 就是这也是你说的这个眼指有利 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为了这个好看 而这个生了就是两只眼睛 就是为了这个好看吧 就是为了这个好看 所以呢 因为这个人们的话呢 当然那是不是这个所有的这个 比较好看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全部能这个生起来 如果好看的能全部生起来的话呢 那实际上是没有一个这个出炉的人呢 就是全部的这个计划那个好的呢 就是觉得不愿意就是自己很粗鲁 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也不一定的 就是因为呢 这个自己呢就是以前有一种这个习气 习气无始以来的 人们呢就是有很多人 尤其是我们这个南藏部族和这个悲极禄族的很多众生的话呢 他有这种这个习气 他的这个习气是什么呢 很多人认为这个只有一个图呢就是好看的 然后年之眼睛呢就是好看的 然后那个就是只有两只鼻孔呢就是好看的 就是很多人是这样的 无始以来就是在心情的相续当中如意的 就是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世界上都好看的呢 就是也并不是自己随心所欲 或者就是就是以想的而得到的 但是呢这个就是能生起两只眼睛和两只这个 两个耳朵等等这些呢就是实际上 以前就是在众生的心的相续当中一种贪爱 就是这样的这个贪爱的这种习气呢 就是成熟了很长时间以后呢 就是在人们生起了这种梗 梗就是原因是这样的 就是下面就是讲义里面就是我们就再这个说一下 那么有人问 颜耳鼻各有两个 这颜耳鼻呢就是颜耳鼻根的话呢就是各有两个 这样一来不是成了这个二十一阶了吗 就是这个十八阶原来是十八阶 但是如果就是颜耳鼻根这个耳鼻根这些都这个增加的话呢 就是中共成了二十一阶了就是 那么就下面回答的问题呢就是说绝对不会的就是没有的 因为呢颜耳鼻根所包括的鼻根和还有这个耳根吧就是 虽然是各有两个 但但两只眼睛所执著的至今之色法眼所的所依色都是同类的 就是这个同类 他们所享受的对今色法也是相同的 再由只是产生一个眼所的果 因耳同为有色根 所以成为一个眼睛 从眼睛来讲是这样的 那么同样的耳和鼻也是一次可以类特 这个前面刚才已经讲了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别人也是提出问题 那有两个没有必要了 只有一个眼睛一个鼻根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回答的方式有两个 一个是有些论师为了明显 因为有两个眼睛有这个原因的 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看色法和看外境 对执著外境的时候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以前有一个叫做我们肯舍密尔的大班 看得比较清楚 为了清楚所以生起两个眼睛 他是这样说的 后来就是价值论师他是这样说的 如果是为了见色法轻足而有两只眼睛的话 那么两只就多余了 刚才有一个眼睛大大的就可以了 他是这样讲的 后来也是为了庄严的 但是《毗婆沙论》当中也是有两个原因 为什么有两个眼睛这些呢 一方面是对对境了知得更加清楚 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为了庄严 因为众生喜欢两个眼睛 除了一些牦牛可能其他的以外 有些见之余的人们他们就特别喜欢 如果一个人只有一只眼睛的话 觉得这个是很难看 其实一个眼睛和两个眼睛都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如果一个眼睛认为这是很难看 这是无始以来的一种习气 所以真的我们有时候也知道自己的习气 自己的习气特别严重 如果今生当中我们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觉得有两个眼睛都很好看的话 生生世世地认为是这样的 然后你自己喜欢这样 在自己的阿难耶上面也是种下这种爱和贪的执著 这样一来在自己的贪作为因 然后以后自己也是转生到这种众生 因此我们所谓的耻辱也是现在不要种下这种善根的 不要这种恶根的原因也是这样的 如果即生当中真正能让这个因缘断了 尿了 这样来世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是有一种自由了 不会变成吃血肉的众生 所以他这里是这样的 刚才那个加入者说是 如果仅仅是为了明显而言的话 只有一个大大的眼睛就可以了 但有些人的眼睛很大的 有些人的眼睛很小的 但是他看到还是更清楚的 有时候大小也不一定是 比如说有些掉了东西的时候 眼睛大的人往往都是看不见 然后眼睛小一点的人 他就马上能找得到的 所以大的也不一定 有些大的更加模糊 还有必要的 他这里还是有必要的 为了身体灭关断疹 然后才生两个眼睛和两个耳朵 或者是两个鼻孔等等 这样生起来的 还有何处之言 这是由于无始以来 一切众生的胎碍这些 即下如此之业才形成的 他这个胎碍 也就是说在阿赖耶上面 有这样的贪和爱的执著 就非常重要 他特别可怕 因为人们都这样喜欢 所以他自己的相续当中 有了种子以后 自然而然这样形成的 并非是无缘无故 任意产生的 今天讲到这里 居士论 还有在世界上 中文出演了 因为最后还有最好的 这个人存在 台词 居士计划 下列 负者 里面 енного 成绩 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